YouTuber如歌 他家又淹了 防水閘門來不及做 又淹了 所以高雄人自己的社區 自己要準備防水閘門 沒有辦法依賴就是公共 城市公共建設的這個排水系統 把水排出去 就水一定會淹 高雄就撥了144億 所以高雄一個城市 他的治水預算 就超過台北加新北加基隆的總和 北北基的總和 你這麼多預算 你比韓國瑜市場時代的預算更多 那你怎麼不好好把我們這個 陸族這個地方給建設好 那是不是讓我們陸族人淹到死算了 到底幸福在哪裡 就是因為市場好暖放假放好多嗎 所以我真的很懷疑高雄人的幸福 高雄人是全台灣 幸福指數最高的城市 這個幸福的福是不是漂浮的福 我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高雄人就蠻可憐的 每一次颱風都要注意這樣的事情 那不管你家是住什麼什麼公寓 住大樓還是住豪宅 都免不了這個被淹的這個命運 山陀登陸高雄 強風豪雨 美術館豪宅區又淹了 我們可以看這個螢幕上面的照片 高雄淹得又非常非常嚴重 這個是豪宅區 淹成這樣 真的是很慘啊 那看這個鹿也是淹水啊 真的這個鹿淹得很誇張很嚴重啊 都已經淹到這個鹿樹上面了 中間的人工分隔島的鹿樹上面都被淹了啊 好而且這個水看起來就是黃泥啊 夾渣夾渣很多黃泥很髒啊 這個水到時候這個災後就算水退了 也會也要小心這個什麼病霉紋的一些 病菌的滋生啊 這很這很重要啊 所以常常講那個颱風過後啊 水退了要特別小心這些病霉紋 就是要小心登革熱 所以這個就是很多啦 特別要注意的這個淹水就是這樣啊 好那高雄這個淹水啊 上一次啊拍他家住在高雄嘛 這個Youtuber如歌啊 他家住在高雄 那凱米台風他就拍了影片說 高雄他家淹水了 怎麼會這樣啊高雄的治水 實在是很爛啊之類的啊 反正就是拍他家淹水的情況 結果就被出征 那這一次山陀爾他又在拍 那我們Cue一下 Cue一下他的影片啊 畢竟我的防水沙們就是還來不及做好 師傅也很趕 對他們也是東趕西趕的 那我們的完成到一半的情況下 這次的颱風來的又快又急 水既然淹了我們就只能盡力的去面對 盡力的去處理 但是啊我覺得今天有個重點就是我救了好幾台車啊 避免他們成為泡水車 這是我一生的痛 那也希望不要再有下一部這一種影片 OK那經理 好來這個就是Youtuber如歌啊 他家這一次又淹水了 但是上一次凱米台風啊 他的應該是賓士吧 他的賓士跑車是不是 就變成泡水車了 然後他就拍了影片 那這一次其實講了也蠻可 蠻可憐的啦高雄人 就是他自己還要給自己家裡面 他住豪宅嘛 他是有錢人啊 但是他還是要給自己家裡面做防水閘門 但防水閘門沒做好 那那個水就 這個颱風就來了 水就過來 所以他弄沙包什麼擋不住嘛 他家還是淹水了 就是講講起來 高雄人就蠻可憐的 每一次颱風都要注意這樣的事情 那不管你家是住什麼什麼公寓 住大樓還是住豪宅 都免不了這個被淹的這個命運啊 所以這個就是Youtuber如歌啊 他家又淹了 防水閘門來不及做又淹了 所以高雄人自己的社區 自己要準備防水閘門 就是這樣 就是說水一定會淹啦 但起碼我這個社區 我要把他擋住 你不要淹進來 就是自保的一種東西啊 就是已經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依賴就是公共 城市公共建設的這個排水系統 把水排出去 就水一定會淹 所以我只好在自己的社區 自己的大樓做防水閘門 讓水淹的時候 水不要進來我的社區 我的工廠 就是這樣 但是因為他防水閘門還沒做好 所以他只好被淹 很可悲啦 高雄人真的蠻可憐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製作人幫我們整理的 高雄的這個製水的預算 其實中央政府撥了很多錢給高雄製水 這個是前瞻建設的製水預算 你看那怎麼撥的我們看前面 這個 他的單位是千台幣千元 所以前面的台北市撥到的 核定的經費預算是24億 新北市是88億 那基隆我們看藍的 基隆是13億 所以台北24億 新北88億 基隆13億 但是我們來看高雄 高雄就撥了144億 所以高雄一個城市 他的製水預算 就超過台北加新北加基隆的總和 北北基的總和 所以高雄你撥了這麼多的這個製水的預算 中央撥了這麼多的錢 讓你去好好做這個 災後防治 結果你搞成這樣子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段是這個高雄市議會 民進黨籍的市議員 質詢陳其邁的時候的一段 來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說我們高雄市議員 我們的醫生優寒 這所有的行政區 你如果說到這個我就去 沒有啦 這沒有 我跟你說 韓國瑜在做市長一千兩百幾個 你在做市長到現在 已經一千七百幾個 幾五百幾個 我做市長 所有高雄市的市民我都要照顧 所以有的 所有不一樣的狀況 我知道了 我們也要按照顧 政府的價位 好 這個是鹿竹 高雄鹿竹這邊的市議員 好 那因為他的選區就一直淹水 所以他就在市議會質詢的時候 他就講 哪怕他民進黨的 因為他地方民代 所以他有地方的這個服務的壓力 他必須要為地方的服務建設負責 那他就質詢高雄市同黨籍 也是民進黨籍的這個高雄市市長陳其邁 那你這麼多預算 你比韓國瑜市長時代的預算更多 那你怎麼不好好把我們這個 鹿竹這個地方給建設好 那是不是讓我們鹿竹的人淹到死算了 你得到的預算是比韓國瑜市長時代 更多的預算 所以就是說 不管從前瞻建設預算還是 其他各種預算加起來 高雄是得到了中央最多治水預算的一個城市 但是他得到的這個效果 展現出來的效果卻是這樣子 那住在高雄的人 真的也還蠻可憐的 逢雨必煙 這就讓我想到了 我上一次吧 上一次還是上上集 我們不是Cue一個天下雜誌的一個報導 對不對 天下雜誌的報導 陳其邁市長是六都裡面 滿意度最高的市長 高雄人是天下雜誌報導裡面 幸福指數最高的 高雄的市民是天下雜誌報導裡面 幸福指數最高的 全台第一名 全台第一 我當時就覺得奇怪 天下雜誌這個報導 到底是怎麼回事 高雄人的幸福指數 那個時候三陀螺 三陀螺還沒來 這將來還沒來的時候 那還不知道災情是怎麼樣 那時候三陀螺還沒來 但是我就說 奇怪高雄 四年開密颱風也淹 那愛河就一堆浮屍 那你到底 你高雄人在幸福什麼 我也不知道這個調查報導 到底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高雄人幸福指數最高 那這一次全台喔 全台最高 這一次三陀螺又來了 高雄又大淹了 儒哥他家又淹了 但是他至少先把他的車救起來 但他家還是淹 那奇怪 那幸福指數到底是幸福 是漂浮的浮 是不是 因為都在水上 反正高雄都在水上 果然是幸福城市 我講了又中了 三陀螺這一次來 高雄又淹了 所以我真的不懂 天下雜誌你們的這個報導 你們這個調查報告 背後的採用的數據到底是什麼 高雄人在幸福的點在哪裡 每次都淹 每次都淹 這一次水退了還要擔心登革熱 到底幸福在哪裡 就是因為市長好暖 放假放好多嗎 所以我真的很懷疑 高雄人的幸福 高雄人是全台灣 幸福指數最高的城市 這個幸福的福 是不是漂浮的福 我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哈囉大家好 感謝收看我們二台 用心製播的節目 如果喜歡的話 也請給我們點鼓勵 幫我們按下訂閱加分享吧 並可以在每週一至週五 同一個時間 繼續收看我們的節目喔 現在我想要來分享一個 我很愛用的產品 就是中天保養品牌 KS推出的新品 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它的成分非常的厲害 又媲美藍光神爛的炸藻之翠 能防禦環境裡3C商品 及各種光源對肌膚造成的傷害 還添加黃金海藻成分 幫助肌膚維持年輕 這支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無論是我的日常外出 或是海邊都是必備的啦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選擇這支KS Royal Care 皇家呵護系列的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防曬隔離一次解決 抗光動力一停就搞定 你的保養日常就交給KS吧 一定會有朋友會問 這支擦起來會不會黏黏的 放心 這支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擦起來非常的清爽 不含香料 兒童、孕婦、全家人都可以使用 呵護您也呵護全家人 快到快點購下單 記得輸入推薦碼852 會有更多折扣喔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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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